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安逸的亲子时光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的是 孩子的同理心 其实我们在现在社会 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 那独生子独生女 在家中是唯我独尊 三千宠爱在一生 所以呢 以至于孩子常常同理心不足 怎么说呢 举例来说 最近我在带夏令营的时候 就深有感触 很多孩子在批评别人 或者是跟别人对谈的时候 常常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举例来讲 我记得那是在我们 划独木舟玩之后 因为那天天气很热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 石花冻冰 让大家享用 那么孩子吃完冰之后 这个独木舟的教练就问大家说 今天的冰好不好吃啊 那小朋友就一口同声的回答说 好吃 这时候就有一个小孩 很大声说 难吃死了 当场现场就很尴尬 一片尴尬 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父母在旁边可能就会骂他 怎么讲话这么难听 或者指的他 你不要这样讲话 可是其实孩子并没有感受到 他说这个话 后果是什么 所以呢当下呢 其实我没有说什么 不过后来私底下我就转过头去跟这个小男生说 我说阿姨老师准备这个冰给大家吃 其实是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开心 吃得愉快 天气很热 吃完冰消消暑皆可 但是我很难过 你告诉我这碗冰很难吃 你让我的心意感受到挫折 所以阿姨老师听了之后很难过 没想到你这么不喜欢他 那你知道我这样讲完之后这个男生呢 就愣住了 我想呢他应该从来没有人 因为他的说法 然后呢给了他一个自己的感受 所以他就真的呆呆地看着我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相信他也会觉得很尴尬 那我是一脸诚恳地望着他 所以呢这个孩子 后来他就张口结实 他不知道要回什么 那同样的情形就发生在最后一天的早晨 那这个孩子呢 他在早晨我们在吃早餐聊天的时候 那他也是一样就在批评前面一个 比如说他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某一位老师 他就讲得很难听 他就说这个老师很白痴啦 很糟糕啦 他很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得很难听 批评了口莫很悲这样 那时候我刚好在旁边忙东西 然后我听完之后 当然其实听的当下感觉不是很舒服 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其实他并没有 别人告诉他说这样说话是会伤人的 所以呢其实我也是一样 我就走到旁边去 然后我就对着他说 我说某某某我说我好担心 你从阿姨老师这边回去之后 你明天会不会也这样跟你爸爸妈妈说我 说阿姨老师蠢死了笨死了 他们家东西难吃死了 或者是说那个这次课烂死了 这样 我说我也好担心 你会不会这样跟你爸妈说我 然后你知道吗 他当时看着我的眼神真的也是呆住 又是一个呆住 因为我想真的他没有遇过 就是别人告诉他 听这样的话的感受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其实从来没有去领略什么叫做同理心 那这个同理心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它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理解别人在想什么 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活在自己封闭世界里的人 第一个你的人际关系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孩子他可能在交不到朋友的时候 他其实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交不到朋友 为什么其他的孩子不喜欢他 可能是他的言语 可能是他的动作 可能是他的行为 从来却没有替旁边的人着想 所以呢同理心不足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糟糕 那么我想呢同侪之间的小朋友他不会直接去跟你反应说 你讲话很难听你让我受到伤害 他不会 那他直接的反应就是我离你远一点 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他需要的是同理心的启发 那么同理心没有办法用八股的教育或者是说教或者是指责 或者是臭骂他一顿而建立 同理心他其实需要的是真正的感同身受 也就是说他能够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去体会另外一个人 他的需求他的看法 他的感动 他的感受 那么才能够真正的由衷去替别人着想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要十分十分注意的一件事 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安宁的亲子时光